5%左右的年度增长的预期目标 我想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认识和把握 第一我们知道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发展是第一要务 我们要实现党的二十大确立的目标任务 就需要在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基础上 还要长期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长 另外我们要统筹好扩大就业 改善民生 防范和化解各个领域的风险 也需要经济有一定的增长速度 第二我认为5%左右的 预期增长目标 是符合当前经济运行的走势 也符合经济发展规律 确定这样一个目标有利于引导各方 更加注重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加快的构建新发展格局 推动高质量发展 第三我跟大家讲的大家可能也都看到了 当前我国各个地方发展的信心和尽头是很足的 全国两会刚刚召开 全国两会之前 地方的人代会和政协会都已经开过了 我们看到31个省区市都在会上确定了各地自己的预期增长目标 我们也做了一个统计和分析 31个省区市有27个定的目标是超过全国的 这其中有23个是定在了5.5%或以上 所以说各地的发展信心 我想采取的务实的举措 为全国目标的实现创造了条件 打下了基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